新华人新金融 KVD昆仑国际 苏宁酒夜 争作行列状元 苏宁酒夜 生活因喜悦而精彩 喜悦因分享而永恒 广东双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用眼睛欠赏世间美景 用耳朵倾听海的声音 用心灵感受南山温馨 魅力南山山东龙口 高温地盘 安全到家 萌派克 福田汽车 凯玛汽车 立满全球 凯玛汽车 放飞心愿 传递喜悦 真心分享 满载而归 生活 生活因喜悦而精彩 喜悦因分享而永恒 广东双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越高品质的按摩 能够让我在喧哗过后 不想一份 随自己的年轻 可放松 选择荣泰 选择高品质的生活 选择荣泰 选择更健康的生活 荣泰 用眼睛 欣赏 世间美景 用耳朵 倾听 海的声音 用心灵 感受 南山温馨 魅力南山 山东 龙口 苏宁酒夜 争作行业状元 苏宁酒夜 砍马气处 欲满全球 砍马气处 放飞心愿 传递喜悦 真心分享 满载而归 生活因喜悦而精彩 喜悦因分享而永恒 广东双喜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千里万里 走不出爱的时空 大脸是我心中的永恒 千里万里 走不出爱的时空 我是大脸灿烂的笑容 虎门不明时装整 砍马气处 欲满全球 砍马气处 生活因喜悦而精彩 喜悦因分享而永恒 广东双喜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大脸 KVB 昆仑国际 相约中央电视台 中文国际频道 传承中华文明 服务全球华人 新华人 新金融 KVB 昆仑国 喜樱宇法式面包 我们都爱吃 分担风雨 共享阳光 阳光保险 上海远大 心胸医院 健康中国人 强壮中国心 优渥玉米油 健康中国人 强壮中国心 优渥玉米油 中国温州服装品牌 时尚圣殿 盛大开幕 哇 两岸咖啡 提供您 新鲸的西餐享受 两岸咖啡 西餐专家 强化食品 强健体质 记忆 话说在号称 东盛神州的连云港 有一座花果山 在山上有一块 来历不明的大石头 几百年来 毅力在山上 雷打不动 终于有一天 那块大石头 忽然发出巨大的声响 从里面 步出来一只猴子 后来 人们叫它孙悟空 哇 这是什么地方啊 我好像没来过 我看前面有个人 我赶快去问问 姑娘 这 妖怪 哪有妖怪 你不就是妖怪吗 哇 这位姑娘 我不是妖怪 我是石猴啊 我第一次来这里 有点搞不清楚方向 想请教姑娘 这是什么地方 嗨 你是要打听路啊 什么路 你不是要打听路吗 打听路是什么路啊 我说的打听路啊 是指问路 打听啊 就是指向别人了解 询问情况 或者是消息 你下次再问路的时候啊 可以说 向您打听一下 这是什么地方啊 这猴子还会说英语 真不简单 这个地方呢 叫花果山 这儿啊 算你来对了 因为这个地方 最大的特点 就是猴子多呀 他们在哪呢 看看呀 这些把门的是谁呀 一群小猴子呀 不是说 山中之王是老虎吗 怎么把门的不是老虎呢 有句话呀 你肯定没听过 山中无老虎 猴子称大王 你能不能再解释一下 一般情况下呀 老虎是山中之王 但要是老虎不在呢 猴子就可以称大王了 现在啊 常常用来比喻 在没有强人的情况下 普通人也可以充当 主要角色了 好 山中无老虎 猴子称大王 它就是说 没有能力的人 一般的人 会称大王 要是能称大王就好了 这不是没可能啊 据说啊 这前面呢 还有一个地方叫水帘洞 要是哪只猴子啊 能够穿过那水帘 所有的猴子 就会拥戴它为王的 你看那瓶子装飞呀 是啊 可能装飞也进去啊 那我们就叫大王 来挑战吗 就你啊 我看错难了 不就就是钻个瀑布吗 这种事你们都张起来了 你行你钻呀 那我要是真的钻进去的话呢 那花果生的大王就是你了 走啊 走啊 你钻呀 石猴迅速地钻进了水帘洞 又迅速地钻了出来 众猴子也履行了自己的承诺 称石猴为美猴王 石猴在经历了千辛万苦 遭遇了九九八十一难之后 保护唐僧许得了真经 再次回到了自己的老家 终于回老家了 不容易啊 师兄 你先别感慨了 先给我找点吃的 二师兄 我刚吃了一顿海鸡蛋 你怎么又饿了 你懂什么呀 现在流行少吃多餐 啥呀 我说你们两个都炒了一路 就不能安静一会儿 多照顾照顾师傅呀 博尔曼 你们倒是慢点啊 也不顾为师的安全 这山里妖怪这么多 要是为师碰上了 可怎么办呢 师傅呀 都到了我的地盘了 肯定还安全 要不您先坐会儿啊 行 谢谢 来 五斤让一下 啊 妖怪 那块石头 肯定是白骨精变的 师傅 您又有进步了 一眼就能看出白骨精了 不过 这只不过是一块石头 可悟空啊 你在老家摆一块 像白骨精一样的石头 干嘛呀 你有所不知了 这里现在是怪石源 这些石头 都是天然形成的 它们的造型 和咱们取经的时候 碰到的神仙药外 有些相似呢 这相似呢 就是指相像 相近的意思 徒儿们 你们倒看看 这些石头 都和哪些形象 相似啊 这些石头 都和哪些形象相似啊 你看那边那块像什么 我看这像肠鹅的玉兔 我看啊 像如来佛祖 啊 啊 玉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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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醒醒 师父 我在这儿呢 玉兰 妖怪 兄弟相害我师父 谁是你师父 哪有妖怪啊 我是寒假 寒假呀 我刚才在做梦啊 你呀 可耽误大事了 今天的拍摄任务 都没有完成 现在只能请观众朋友们 去看看摄像老师拍的 《花果山风光》咯 梦 玉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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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